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融媒体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抖音 今日头条 及时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信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 890 或者是网都市的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的现金奖励 下面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长春市八改北发布长春市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政府指导价 其实这物业费我觉得多少呢 并不是特别多少 重要的是能够业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物业能够非常的有效地把这问题解决掉 优化出行服务 复兴号列车推出铁路畅行马 小程序里面主要显示我们当前列车的车次 车厢日期 包括餐车的位置 车厂办公室的位置都会有展示 向生命致敬 吉林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线纪念园落成 吉林省已经有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人次91354名 感谢捐献者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购买店内展示柜到期变卦咋回事 那还得等多长时间呢 然后他说那个那不知道 让我们家工人太忙了 农民工遭拖欠工资 民警出手帮靠心 期间刘某等人多色调要无果 于是到东涼县劳动监察部门提出了诉求 驾驶员开车迷路 高速围停太危险 女子被洪水隔在对岸 民警展开紧急救援 节目开始呢 首先来说说物业费 事关千家万户的物业收费问题呢 一直备受关注 近日长春市发改委官网啊 发布了长春市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实行政府指导假的通知 通知规范了物业的收费行为 那对物业服务呢 实行按等级收费 从而加强了收费的管理 并从今年的10月9号起开始实施 近日长春市发改委官网 发布了关于长春市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实行政府指导假的通知 那其目的呢 就是为了加强长春市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并规范其收费行为 通告所示 长春市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政府指导假 分为五个等级 含电梯运行维护费 1级2.36元每平方米每月 2级1.89元每平方米每月 3级1.69元每平方米每月 4级1.34元每平方米每月 5级1.14元每平方米每月 具体收费标准可在各等级 基准价基础上浮动 其中1级2级上浮最高不超过20% 3级4级5级上浮最高不超过10% 各等级下浮不限 无电梯普通住宅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应扣除电梯运行维护费 0.2至0.3元每平方米每月 通告内容自10月9号起执行 具体详情 大家可以到长春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了解 其实这物业费我觉得多少呢 并不是特别的 重要的是能够业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物业能够非常的有效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这是我非常关心的 因为之前可能是业主跟物业之间收费 也存在一些矛盾 现在细化了 可能是这些矛盾就弱化了 或者是不存在这些矛盾了 这我感觉是个好事 社网都市报道 7月28号 我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 通过了吉林省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那条例呢 将从10月1号起实施 那条例的实施呢 能防治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保障公众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环境呢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那么为了改善我们的大气环境 近日呢 吉林省人民政府的官网上 公布了关于我省机动车排污的相关条例 那这一条例呢 也是重新规划了 我省机动车相关的城市规划 条例中的第7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城市功能的布局规划 优化道路设置和公共交通设施 保障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连续畅通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第8条 市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规划 和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 合理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 第9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生产销售 使用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机动车 逐年提高公共汽车 出租车 公务用车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的比例 第10条 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 禁止向非道路移动机械销售渣油 重油 第11条 行驶的机动车不得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污染物 第12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 超过标准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第13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和转入登记 违反本条例规定已规定行政处罚的 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例自2022年10月1号起实行 2002年5月31号 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 吉林省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同时废止 具体内容你也可以登陆 吉林省人民政府官网进行查看 爽都市和欢共雷报道 对于很多乘坐出租车出行的乘客来说 可能遇到类似的烦恼 就是下车之后 需要自己乘坐车辆的信息 却无从查找 最近我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开展了 巡游出租汽车电子服务监督卡的相关工作 未来乘客可以通过手机扫码 进行查询和记录乘坐出租车的相关信息 今天是8月10号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近期我省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正在推进的工作 就包括了巡游出租汽车的电子服务监督卡工作 那么未来对于我们乘客最显著的改观 就是我们在乘坐出租汽车的时候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 显示出租汽车的服务监督卡相关内容 并且更加方便的保留相关信息 巡游出租汽车电子服务监督卡 增加了二维码展示区域 乘客可应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 或手机APP扫描二维码 在线核验出租汽车驾驶员的身份信息和从业自制 目前电子服务监督卡已在长城市试点应用 现已发放1700余张 待全部发放后即可投入使用 其实此项工作的推进 对于我们巡游出租汽车的经营者来说是更加的方便 那根据我省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介绍 目前已经实现了服务监督卡的全流程网上办理 登陆互联网家道路运证经营者自助服务端 找到服务监督卡登记这个功能模块 分别提交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申请表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站道路运输站 近期免贯小尔村红礼照片等材料即可申请办理 交通博士审批之后再返回到自助端 他们就可以下载言用了 目前的话是需要打印出来 后期我们和长城市系统对接之后 他们就会在他们那个中控台上 那个屏幕上进行展示 守望都市长汉广为报道 最近乘坐复兴号列车出行的乘客们可能会发现 这有些列车的座椅服务手上贴了一个二维码 这就是铁路畅行码 那铁路畅行码呢 把旅客锁成列车的相关信息 以及12306中最常用的功能集合在一起 这其中呢包括乘坐列车的车次 日期 车厢号 席位号等等 功能齐全扫码即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站复兴号高906次列车上了 那么在现场我们了解到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近日部分旅客列车也是在车座的座椅扶手上 配备了铁路畅行码 铁路畅行码是我们铁路新推行的一款小程序 在我们复兴号列车刚开始进行使星 小程序里面主要显示我们当前列车的车次 车厢 日期 包括餐车的位置 车厂办公席的位置都会有展示 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找到相应的需要服务的位置 在现场我们还发现除了信息的查询功能以外呢 大家还可以通过扫描车座扶手上的铁路畅行码来进行补票和升息 补票升息的旅客可以通过登陆12306账号进行常用联系人获取 也可以进行手动录入 同时我们还有重点旅客预约服务功能 预约轮椅 单驾等重点服务器具 列车长在单车交互系统的后台就可以看到 然后找到旅客 对旅客进行解答问询以及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什么需求 可以通过我们铁路12306与我们进行信息沟通与反馈 祝广大旅客旅途愉快 守望都市 孙翘 宇峰报道 文诊时尚一课中 祝愿不用胶押筋 本栏目由倡导医患互信的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为了缅怀纪念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 营造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推动我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今天 吉林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员落成仪式 在长春福山寿明园内正式举行 为缅怀纪念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洪阳正能量 今天上午9点 吉林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员落成仪式 在长春福山寿明园内正式举行 2020年12月 31岁的佟金龙因突发脑出血离开了人世 但他的眼角膜 肾脏 肝脏 却帮助了多位患者重获新生 起初的时候我不理解 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家孩子在生前就非常非常的善良 如果这个时候我家还能有器官给他 让他重整的话 我的家庭会圆满 所以我就决定了 我说要给孩子器官捐献吧 因为要更多的家庭能获得幸福 我看不见他 他会看见我 寄新的舅舅纪广君也是一位人体器官捐献者 家人帮助他完成了捐献人体器官的最后心愿 而寄广君的肾脏也挽救了两名患者的生命 舅舅的大爱善举感染着寄新 自此他志愿加入吉林省红十字会 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 一个个就是鲜活的生命 可以得到这个爱的延续 我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人 能够去多多了解人体捐献器官的这个事业 可以尽自己的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骆成仪式现场 大家都深切缅怀和纪念 无私奉献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 作为一名术后八年的肾移植康复患者 陈惠子也表达了自己对捐献者的感谢 我是2010年发现尿毒症的 14年做的肾移植手术 肾移植手术今年快到8年了 而且一切状况都特别好 感谢捐献者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通过这次活动对自己生活更加有信心 更加的回报社会 截止今年的7月底 吉林省已经有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登记人次有91354名 已经成功实现了人体器官捐献 有884例遗体捐献344例 成功挽救了2223名的重症患者 使1373名的眼疾患者重建了光明 首网都市赵新张阳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50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16颗卫星发射升空 那随着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自此呢 吉林一号卫星星组 已有载轨卫星70颗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50分 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将 梅山天府星座 河南一号 西安 航头一号 浦银一号 云瑶一号 天津滨海一号等 16颗吉林一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本次发射的16颗吉林一号卫星 其中的10颗高分03系列卫星 是我们分别与梅山环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联合研制的 轻小型高分辨光学摇杆卫星 具有低成本 低功耗 低重量高分辨的特点 此外 天津滨海一号卫星 云瑶一号 04到08星等6颗卫星 则是长光卫星与天津云瑶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研制的新型观测小卫星 具备研制周期短 集成度高 重量轻体积小性价比高的特点 载轨业务化运行后 将广泛应用于天气预报 搜寻跟踪 点火监测 大气探测等方面 其中 梅山天府星座是中国首个 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的卫星星座 将广泛用于农田水利 自然资源 交通建设 文化旅游 应急防灾等方面 据了解 本次发射也是吉林一号卫星 单次发射数量最多的一次 16颗卫星入轨后 将与载轨的54颗 吉林一号卫星组网 至此 吉林一号载轨卫星数量 增至70颗 首网都市 同杯王超报道 最近呢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了2022年度 民办培训学校的年检结果 随后呢 我们的记者也对部分年检 不合格的培训机构呢 是进行了走访 来看一下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长春市人设局 在7月26号至29号 对市属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呢 进行了实地检查评估 走访了61家单位 其中年检合格的有30家 涉及整改的单位有31家 据了解 此次检查评估 重点对培训场地 实训设备 教师师资 培训教材 广告招生宣传 消防设备 应急预案等方面 综合量化评估 其中 综合年检评估 合格的单位包括 长春港华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长春市建安职业 培训学校 长春市 一民教育 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春市 人力家政 职业培训学校 长春文旅 职业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春市 启臣职业 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等30家单位 另外 综合年检评估 不合格 则令整改的单位有 长春北方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春市 新安职业培训学校 长春市 新方向 职业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春市 华德职业培训学校 长春市 兰桥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春市 惠人职业 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春市 营城职业培训学校 等31家单位 具体公示名单 可登陆长春市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官方网站 进行查询 那么记者今天呢 也实地走访了 其中一家 不合格的学校 也就是我现在 所在的 长春市 富民大街 与双丰西路 交会的 松岳职业培训学校 那具体的整改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 经营项目当中 有原液 有药剂 经营范围 有这两项 但是三年 我们没有做 这两项的培训 市局对我们的要求是 我们今年 没有做培训的 然后这一块 就可以做检项 然后我们就说 做检项吧 所以就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整改 我们到工商局 把这两项 在营业执照范围内 做检项就完了 三个月之内 就会整改完成 双都市党员 龚雷报道 激烈能力大学呢 面向社会 公开交聘工作人员 30名 那具体的 报名时间和要求 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农业大学 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30名 招聘年龄要求 35周岁以下 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 年龄可放宽至 40周岁以下 报名时间 8月29号9时 至31号下午16时 报名由吉林农业大学 人事处受理 采取现场报名方式进行 具体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 可登陆吉林农业大学 网站查询 即日起至8月11号 8时期间 封闭魂雾高速 长春东互通 由吉林去往长春 绕城高速 沈阳 哈尔滨方向的匝道 驾驶员可以在 长春东收费站 驶出高次公路 重新由长春东收费站 驶入高次公路 合理规划好 出行时间和行驶路线 长春燃气股份县公司 对部分小区 进行燃气入户安检 具体安检时间 即日起至8月14号 安检小区 荣望天下 长青小区 铁路小区 美景天城二期 新月花园 首昂都市 编辑报道 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红血血好 洗脑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胶牙筋 本来没有倡导 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前段时间上 长春的徐先生 在金源家居大卖厂内的一家 名为美帝橱柜的店里 订了一套样柜 可到了双方约定的时间 柜子却迟迟不能提货 徐先生找到店里了 那对方表示呢 说你只能等 徐先生所介绍的位置 是他打算放家具的地方 这套家具是今年7月17号 在长春市金源家居大卖厂里的 美帝橱柜购买的 当时他看中的是一套展示柜 包含踏踏米和书桌 为什么买这个样柜呢 因为就是我们搬到这边要住 没有时间亮味的 因为孩子初中就要开学嘛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定制 就直接买个样柜 徐先生说 现在已经过了20多天了 卖家始终没有通知他到店补款 期间他曾联系美帝橱柜的 负责人多次 得到的答案只能是等 那还得等多长时间呢 我说孩子又马上要开学了 然后他说那个那不知道 因为我们家工人太忙了 你说我都不好意思 咱躲痛快 当时我一把钱就给你 完了之后 咱也是相中了 真没做出来 为了做出来我还说啥了 徐先生告诉记者 为此他曾找到 金元家居大卖厂经理 帮忙协调后 还是没能解决 时间的话 当时我说大概 咱也得20多天 现在多久了 今天更好20天 说15天 然后过来就20天 这几天还能做出来这玩意 完全就有特殊原因的 这个咱就出来得15天吧 随后我们来到了 徐先生购买家居的美帝橱柜 找到这里的负责人 了解具体情况 对于徐先生所说的 20天的安装期限 这位负责人表示 他们在签购货定金协议时 并没有约定 现在到底是什么时间能安装 他还得跟工厂联系之后 才能确定 经过沟通 这位负责人表示 大约15天左右 能给徐先生家安装 如果徐先生不认可 也可以返还定金 这边装饰让一步 不是让一步 那不是让一步 那你再纠结我没办法 到这种程度吧 其实我就装也没啥意思了 那师傅就给你贴200个钱 这拿负责人 比咱们有财任何购责人 希望吧 就是在这个以后呢 大家在这个购买商品的时候呢 不单是咱们这个语言上 表达非常好 同时呢 也是要录制到咱们这个纸面上 首网都是文泽至刚把道 近日长春市洛源区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件累计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9506.4万元 造成被害人损失 8655.3万元 近日长春市洛源区 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被告人赵某 于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 在长春某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 该公司主营项目 是互联网信息服务 另外还以预期收益作为回报 对外吸引客户进行投资 以高额反利为诱饵 它其实没有具体的投资业务 然后说你投资一个月 可以以年利率5% 然后按月返还 投资三个月 年利率7% 按月返还 投资七个月 就是可以年利率9% 按月返还 一丝类推 最低存款是5万元起 经查 该公司在全省多地 设有分公司 前期以传单广告等方式 吸引客户 后期则多为亲戚朋友 口口相传 闻讯而来 合作的有小二代的公司 小二代公司 确实是有相关的人 实际的抵押自己的房产 车辆 这种抵押 所签的真实的抵押合同 给客户看到的 也是有实际的抵押 所以说他们才有 放心把这个钱放在公司 然后往处放在投资 但这种抵押合同 是不是在用于 他们公司的实际的投资呢 现在是查证 是没有数十的 就这样 经过两年时间的经营 该公司 共吸引了681人投资 累计投资金额 9506.4万元 2018年10月 有公司员工得知 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消息 怀疑董事长 涉嫌经济犯罪 遂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最后有8500亿万元 未经返还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在逃的 具体工资的 全款的流向呢 是现在查不到 通常我们追究刑事责任 应该就是区域经理之上的 包括他这个董事长助理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赵某任职期间 直接负责长春地区业务 其银行账户除工资外 还显示存在多笔数额较大的进账 法院审理认为 赵某作为公司董事长助理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 非法吸收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了有些特行 4年3个月并处罚金 然后以他的违法所得 122万余元 退赔所有的这个投资人 视网都市 同飞王超报道 下期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开战以来 辽园东辽县警方通过细致工作 妥善协调 及时化解了一起 因拖欠农民工工资 引发的矛盾隐患 为5名农民 讨回拖欠的工资5万余元 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22年7月10日 接到了东辽县劳动监察部门 移送的案件线索 因为现在公安机关 正该开展 下期治安整治百日行动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我们东辽县公安局 卫军派出所 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警力 开展调查局政工作 经查东辽县级农民工赵某和肖某等5人 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 受雇于辽原市龙山区某通信公司 在东辽县域内实施纯煤安装维修 光栏改造 按照用工协议 这家通信公司需向这5人的工资 每天支付150元至250元的劳动报酬 按月结算 但是直到2022年7月 通信公司一直没有结清款项 共计5万余元的工资被拖欠打两年之久 期间刘某等人多次讨要无果 于是到东辽县劳动监察部门提出了诉求 劳动监察部门向兴盛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的决定书 要求兴盛公司立即改正确信行为 但是行政公司依然没有在规定实践内 向刘某等人支付劳动报酬 这样行政公司就涉嫌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2022年7月19日 魏京派出所将这家通信公司的法人 依法传唤道案 经讯问通信公司的法人 对拒不支付赵某等5人的工资 违法行为供人不讳 并主动将拖欠工资款全额交出 目前 办案民警根据相关政策对犯罪嫌疑人 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首昂都市英杰彭飞报道 随着网络的发展 网络招聘十分盛行 但这个网络这个求职的新阵地 却隐藏着许多的招聘陷阱 那么如何在网络招聘时 避免一些未知的麻烦和风险呢 我们来看相关的提示 目前正值大学的毕业招聘季 为了避免求职过程中陷入招聘陷阱 省人社部门近日给出了避坑方法 首先靠谱网站是关键 得要看它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根据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 应当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 还应当依法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其次让你交钱的招聘行为应当警惕 根据劳动法网络招聘服务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不允许任何单位向求职者 收取任何的费用 有的用人单位涉及到培训 还有什么报名费 安置费 一定要注意 最后有的用人单位为了快速招聘 会开出很诱人的条件 但实际套路满满 也应引起注意 特别是报酬较高 福利优厚的岗位 尽量通过用人单位官网查询 或向相关机构核实工作内容和性质 核对薪资水平是否合理 以防被骗 广大高要毕业生 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856-11100 或登陆吉林财网 查询咨询 视网都市张健赋强报道 清洗白片 国家清空血血好洗脑好 好的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门诊时尚一刻钟 祝愿不用胶压筋 本来慕有倡导 医患护信的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近日呢 长春南关交警在执行时 截获了一辆严重超远的面包车 民警发现呢 民警发现这辆车的时候 这车里是人头传动黑压压的一片 那和在7人的面包车里啊 硬生生的挤进了12个人 2月5日下午5点40分左右 南关区交警在南四环 与亚太大街处直勤 一辆车牌为极钩的银灰色面包车 经过绕盖公路时 存在超远的嫌疑 民警立即上前进行拦截 我们为什么发现呢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面包车上 黑压压一片 给他接听以后 人员下车以后 经核实是12人 他下车就知道自己 这个超远这个违法行为了 态度比较端正 来 一个 两个 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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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里面下了 把门开开了 经了解 驾驶人送某和车上乘客 均为附近一工地工友 工作结束后 为图方便便侥幸上路 驾驶员也意识到了 自己这个交通违法 然后这个对驾驶员进行教育 驾驶员也表述 他这个也是有侥幸心理 因为他这个 一共是12个人算这个驾驶员 如果他是再回了一趟 再接送这个工人呢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停车走险了 民警现场对该车多余成员 进行了转运 对驾驶人宋某违法载人 处以罚款200元 即6分的处罚 交警提示 国省道农村道路 重行车多 车速快 大多数群死群伤的 重特大交通事故 都与超原有直接关系 因此驾驶员 切勿超原 超速上路 同时 广大乘客也要主动 拒绝乘坐超原车 共同抵制 严重交通违法发生 韶王都市 家路雨风报道 在车流不虚的高速公路上行车 那一些驾驶员呢 有时会因 未提前规划路线 而占用应急车道 停车 查找这个路线 或者呢 是设置导航 那这样做呢 是既违法又危险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两个相关的案例 8月2号上午9点左右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 敦化分局的民警 在巡逻至松长高速 一公里时 发现一辆面包车 正停在对象的应急车道内 这是找不到路了呀 据该驾驶员说 他是第一次走这条路线 一路上没有看见目的地的指示牌 所以第一次他就把车开出了高速 但没想到再上来 还是没找到路 见到司机比较着急 民警在告知了其具体的行驶方向后 让其在松江收费站驶离了高速 看看 这就是上高速之前 没查军导航 上了高速找不到路就发懵了 随机就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内插导航 完全没有考虑到随意停车的严重危害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更绝 人家对民警说 我就在这等你们呢 7月30号晚上7点40 敦化分局的民警在巡逻至 延长高速延期方向167公里 加500米处时 发现一辆安徽排热的小型客车 停在了应急车道内 刚才还看着你了呢 我知道 我让我去信 我身上上这 然后我就过来 驾驾 这家伙 找民警帮忙 还有在高速上等的 这是头一次见的 民警又问了一下 原来这位驾驶员平时不怎么上高速 上来之后 看见很多的指示牌就蒙了 完全找不到方向了 情急之下 只想到马上停车 用导航指引方向 并未意识到这一举动的危险性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民警依法对这两位驾驶员进行了处罚 那上高速前 我们都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首先对于不了解路况的 一定要提前查询导航 了解天气 规划好行车路线和备用路线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错过出口 应该继续向前行驶 待驶离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 同时应急车道 在车辆未出现任何突发状况时 万不可以随意占用 如果遇到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随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 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 0431-1212 双方都市一阳连续报道 依据相关的规定 长春市快速路包括立交桥 高架道路 下川隧道 相互之间连接的主要车道 以及这个上下桥的车道 是禁止货车通行的 近日呢 有多辆货车违反了禁令 驶入了快速路 那交警部门呢 也对这些车辆依法进行了处罚 依据相关规定 长春市快速路包括立交桥 高架道路 下川隧道 相互之间连接的主车道 及上下桥栅道 禁止货车通行 那近日呢 就多辆货车违法了规定 近日 长春市交警支队 曝光了多辆货车 违反禁令标识指示行为 这些违法车辆 均是因驶入了东部 南部 西部 北部快速路 以及亚太大街快速路 从而被抓拍 并且大多是在清晨时间段 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长春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记者在长春市交警支队了解到 曝光违法车辆是为了提醒广大货车司机 由于大型货车自身载重量大 制动能力差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往往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 所以不要出现驶入快速路等进行道路的违法行为 同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这也是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着想 守望都市报道 前些天我省市连日降雨 导致部分河段河水暴涨 9号天桥岭林业局张家电林场的一处河边 有一名女子被洪水隔在了对岸 接到报警后 当地派出所展开了紧急救援 8月9号中午 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张家电派出所民警 在进行讯期内安全隐患排查时发现 河对面一名群众被洪水隔在对岸 站在岸边徘徊 民警一边做好被困人员的安抚工作 一边安排辅警拿着救援绳索实施救援 我们组的木棍试探着绕过河水 湍急和双脚伸的地带 慢慢地接近被困的妇女 把救援的身处递到妇女手中 并管着她按照先前试探过的路线 安全返回了岸边 成功救援后 被困女子对民警表示感谢 我们在此提示 讯期内河水报的暗流涌路 居民群众不要以身犯险 确保自身安全 首网都是西然 通讯员严长才 程昌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的一些是没有成年的小孩子们 还有年迈的老人 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让人敬佩 这器官捐献好比是经络 他们是大爱无私的 也是爱的奉献 还有网友说 感觉有了这座纪念园 对捐献遗体的家人也是一种安慰 他们没有被遗忘 而是会被更多人纪念 守望都市 守望健康 守望都市邀请您接下来 收看由国文医院独家冠名播出的 守望健康 今晚的经典剧场也将继续播出 都市情感剧山岳不知心底事 进行准时收看 好的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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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